我們在9月9號的時候 收到徐國耀先生收到高雄市政府發出來的免職令 那徐國耀先生是誰 他是全台灣第一個消防員站出來去抗議去揭發消防體制的問題 他指出來說消防體制長期因為人力不足工時過長 以及情業務繁雜的問題導致消防員過勞 然後以及這樣會危害市民安全 他在2012年的時候就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但是他之後做到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他首先被調職 從原來的市區分隊調到偏遠的山區分隊 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每年的考基都是一等 然後接下來更在今年的5月到7月的時候 在3個月之內被寄了42支申戒 申戒的理由包含說 檢舉長官貪污 向媒體發言 然後還有 還有比如說抗議公時過長等等的問題 那我們認為這些申戒 就是把這個把徐國耀的個人放在放大鏡下面檢視 然後用莫須有的罪名去扣他 這個就是打壓 然後陳菊市長並不是完全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許國耀爭取權益 然後受到消防局的清算 消防局的種種的行為 都有上新聞 甚至有媒體去採訪陳菊市長的時候 陳菊說沒有那麼誇張吧 這應該不是白色戒嚴吧 那沒想到最後的免職令 卻是陳菊市長親筆簽下免職令 然後讓親手送上把徐國耀的工作解雇 然後讓他沒有了工作 然後家庭生活也會失去了一個經濟支柱 我在101年辦了一場 第一次由公務人員 消防人員第一次主動自行辦了一場遊行 那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的目的是要求我們的人力要符合 公時要符合 這不是我們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嗎 我們的勞工 我們政府一直希望保障勞工 他希望他們的公時要符合勞基法 那我們的公務人員呢 我們的政府怎麼對我們的 要叫我們無限的上班 無限的加班 一天24小時上班 其他外縣市 要連續上了48小時才可以休假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對抗我們的方式 然後不准我們說話 我們說話就像我一樣 就要被免職 就要無限的打壓 被調動 被懲處 甚至被告堵職 這是高雄市政府在做的事情 我辦了831的遊行 公務局居然去告我賭職 他沒有什麼理由 他只說 欸 公務人員好像不能辦遊行 他就去告我賭職 我去跟公務局申請入選 申請完之後 他本來準了 後來又不準 然後就去告我賭職 這是什麼社會 這太可怕了 事實上 我們從6月 徐國瑤 開始被寄申戒 被寄過 被寄大過 被做這些處分的時候 我們早就已經 透過內部的管道 先行去跟高雄市消防局 還有高雄市政府 早就已經有跟他們告知 我們認為 徐國瑤的處分 是不恰當 不妥的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重新檢視 再來 發出這個處分 那不合理的處分 或者是不當的處分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撤銷 但是 沒有 從6月份開始 7月份 我們去居中斡旋 去反應之後 他們依然顧我 6月份的處分簽完 換簽7月份的 然後簽到最後 累積了40幾支申戒 馬上9月份 就把它免職 9月9號免職令 正式收到 那我們會覺得 你民進黨 打著的口號是 民主進步 綠色執政 品質保證 結果我們看到了 在一個綠色執政的政府 底下 你卻在做著 跟你以前 對抗的 威權 一樣的行為 我們不解 而且我們也覺得 非常的憤怒 老百姓 現在 既然的消防隊 只不過 是要組織 他們 既有的公會 在高雄的氣爆 已經 發生這麼多的消防隊員 犧牲了 表示說 你必須要好好的檢討 必須要好好的重視 像虛化爾 這樣的基層的消防隊員的心聲 然後能夠 然後能夠 給他們更有人權 更尊重人的一個工作環境 他們要的也只不過是這樣而已 所以 我們希望 今天來這裡就是給民進黨一個訊息 讓他鎮息 你是為人民而存在的 今天 如果你繼續這樣的 招踏這些基層的消防隊 弱視他們的聲音的話 將來 你必定為台灣人民所唾棄 你必定為歷史所唾棄 包括6月3號的時候 他跟民進說 既然的消防隊 他想要做工會 結果 這叫做行為不減 既過一次 他把 連政府 檢視說他的長官 可能有 責任的問題 結果 連政府既然把這個消息 跟他的長官說 這樣 寄一支大谷 他是法律師畢業 下班的時候 免贏他 民眾 下政策 這樣 他叫做兼職 寄一支大谷 長官 你會太聰明了吧 這其實應該也是 陳菊市長要堅持的 因為他也 處有那個陳菊市 人權市長 高雄是人權之都的美名 我們真的非常的痛心 在這樣的人權的城市下 發生這樣戒嚴倒退 的事情 撤銷免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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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禍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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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市長斬國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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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安全擺一邊 就在安全擺一邊 所以我們今天提出三大訴求 第一個就是 撤銷免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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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想要請現場 聲援的民眾 就是把手上的那個戒嚴令 其實就是高雄市政府 發給許國搖的免職令 那這個反應了 我們認為高雄市政府 依然還在戒嚴的事實 請民眾把你們手上的戒嚴令 往他們的臉上貼 我們希望這個動作 可以讓民進黨 還有蔡英文主席 還有陳菊市長 做一個警惕 不要以為上了位子 有了權力之後 你們還是以前的人權鬥士 你們在打壓底層消防員 底層受徒者的事情 歷史不會忘記你們的